马上就要过新年了 很多民众会想趁着这个时候换一台新的手机 当然也想捡个便宜 最近就有不少只要千元价位的评价机发表 有的电信业者也趁着这一次的机会 打出零元购机方案要来吸引买气 迷幻紫色背盖透出闪耀光泽 小米5G新机上市第一天 电信门市打出零元优惠吸买气 同样榜约30个月月租999 手机不用钱选799要花1490元买手机 但仔细算一算30个月后 零元手机一共要付2.9万 付费买手机反而只要2.5万 还多赚4000多块 手机是年年出的 那你在出新手机的时候 你养了怎么办 你就是手机约没到 那你要怎么办 你再卖掉 那可能只是他原本的半价不到 所以我个人是真的不建议 那是什么人可以用的 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一个高资费的 真的得张大眼睛算清楚 这剩下来的4000块 可能可以再多买一支全新手机 如果你只是偶尔拿来打电话 或是滑滑手机的中轻度使用者的话 其实这只手机就很够用 因为它有6000毫安培的搭电量 所以待机的时候 可以连续24天不断电 就算你是拿来看影片 也有长达17小时的续航力 史上最杀价格 网路开卖两分钟 1000台被秒杀 同样要比高CP值 MOTO这台电量也有5000毫安培 NOKIA四镜头手机 只要6000有兆 而如果要说谁最会拍 非红米这支5G中阶级莫属 除了前置镜头之外 其实包含是后面的4800万画素主镜头 还有200万画素的景深和微距镜头 都能透过AI拍出更多不同效果 同样是红花AI拍出来的照片 细节边缘更锐利 颜色也比较偏饱和 不管零元方案划不划算 评价机纷纷强大高规功能 就看消费者买不买单 东森财经新闻 终于热红沛宇 在台北的采访报导 现在还可以使用 开箱和微距镜头